HELLO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可樂哥哥 歡迎大家收看 Online Science Camp人體科學篇 今天我們來了解一下消化系統 我們所說的消化系統 其實是由消化度和消化線所組成的 而我們今天主要了解的 就是由我們食物擺入口開始 都變成分辨排出來的消化度 消化度其實是一條由上以下 連接口腔到肝門的管道 中間會經過很多處理食物的器官 消化度又有分上消化度到下消化度 接下來我們看這幅圖去了解一下 首先食物會由我們的嘴巴開始進入 第一個部份就是口 然後煙 食度 去到胃為止我們就叫做上消化度 而再落小腸 大腸 到肝門就為下消化度 首先食物會由我們的口進入 在口內我們的牙齒就會去咀嚼食物 令食物切得更加細 同時我們就會分泌唾液 即是口水 去濕潤食物 令我們更加容易吞下去 在口之後我們就去到煙這個部份 煙其實是一個連接口、鼻、食度和氣管的位置 它可以幫助我們將食物推到食度 但有時我們不小心近親 都是因為食物掉進氣管而引致 去到中間食度 食度就是連接著煙和胃的部份 食度會通過魚動將食物慢慢推到胃 而胃是一個袋狀的器官 在胃消化的時候它會分泌一些胃酸 胃酸就會將我們的食物變得更加容易吸收的食味 令到我們在下面小腸的部份更加容易吸收到 經過完胃之後 我們的食物就會去到小腸這個位置 小腸最主要就是吸收養份和水份 小腸是我們人體中最長的消化器官 亦都是我們人體最長的器官 它是可以去到我們人的3-4倍那麼長 而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其實小腸裏面有一些小腸湧毛 它就是負責增加我們吸收養份和水份的面積 去完小腸之後就去到大腸了 大腸最主要就是吸收一些小腸未被吸收的東西 其實就是一些水份 以及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儲存糞便 直到糞便儲存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它就會通知我們的大腦 然後最後關門就是負責進行排便 小朋友接下來我們就要用實驗的方式 去記住這個消化系統 我們要準備的材料是什麼呢 首先我們要一個托盤 幾片的麵包 一個玻璃兜 一對的手套 絲襪 紙杯 水 一杯的橙汁 還有最後用幾條的香蕉 實驗開始之前我們記得洗乾淨的手 之後第一步最重要就是戴一個手套 好 我們現在就正式開始了 我們首先在托盤上我們放一個玻璃兜 我們就拿一些食物 慢慢一片一片撕出來 模仿我們去咀嚼 好 撕完香蕉之後 小朋友我們做的時候記得都要用一個托盤去裝 但是現在因為可樂哥哥想讓你看得更加清楚 所以我就把托盤拿開 在我們咀嚼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有一些唾液分泌出來 即是口水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加一些水 少許的水 幫助這些食物濕潤一下 然後都是一路咀嚼 咀嚼完之後這些食物就會被我們吞進去煙的位置 然後再進入食道 食道就會慢慢蠕動 令到我們的食物再進去胃的部分 之後去到胃的時候 胃會進一步將我們的食物消化 這個時候它就會分給一種叫胃酸的酸性物質出來 我們這個時候可以用一杯橙汁去代替 然後繼續將食物再捏得碎一點 這個時候我們已經將食物由原本快狀 變成一種竹狀 好像食味一樣的東西 之後就會傳送到小腸進行吸收 小腸我們可以用一條絲襪去模擬 我們將這些食物全部倒進小腸 當食物倒進去之後 它們就會進行吸收 好 把裡面所有的水分捏出來 我們還記得小腸是吸收水分和養分 大腸最主要是吸收水分 最後小腸和大腸都吸收水分和養分之後 最後剩下的就是我們的分辨 相信經過剛才的實驗 小朋友都會牢牢記住我們的消化系統 是經過哪些部位和它們的部位有什麼功用 最後大家記得按LIKE 按LIKE & MEAL的FACEBOOK 還有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這樣就不會錯過最新的片 BYE BYE 鏡子 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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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6 6 9 8 4 10